第24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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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剑直接刺破增天奇的身躯 增天奇脸庞猙獰 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他的丹田被刺穿了 他强行支撑着自己站了起来 跌跌撞撞的向着黑暗中而去 不知生死至少成为了一个废人 叶辰没有继续去追 他就这样站着 身躯传来极强的疲惫之感 又仿佛被千万只蚂蚁 视咬身躯 体内血气上涌 一丝突破之意 从丹田中溢出 叶辰强行将这种感觉压了下来 随后看向母亲 他这才发现 只有母亲一人 妈 爸去哪了 他的声音有些虚弱和颤抖 江沛荣一正 他很清楚自己的儿子 现在身体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 他作为一个母亲 看着很是心疼 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承受这一切 思考数秒 他将眼泪憋了回去 随后笑了笑 尘儿 你先好好休息 晚点就会见到他的 叶辰点点头 虽然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他现在没有多想的权利 脑海中 更是传来了 沧海平微弱的声音 徒儿 赶快找地方突破 我马上要消失了 现在剩下的力量 还能助你一臂之力 叶辰向着母亲走去 他的双脚如灌了签一般 妈 我在教室公寓有一套房子 我们先去那 江沛荣点点头 一只手扶着叶辰 向着有光的地方而去 就在两人离开云河湖的时候 江沛荣的脚步停下了 因为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 隐约之间 好像有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走来 江沛荣本能地保持敌意 难道林爵龙又出现了 林爵龙真的想把他们一家子毁掉吗 他的手心里全是汗 而此刻的叶辰也眸自闪烁着寒光 看着黑暗中的身影 他随时准备动手 实在不行 就把唯一剩下的那座墓碑引动了 但是很快 两人都松懈了下来 这一次来的不是别人 而是江建峰 江建峰从武道台赶来 只不过想看看叶辰有没有出事 却没有想到 他面前出现的不光是叶辰 还有那个被困在幽魂监狱的妹妹 江沛荣 她的身躯几乎实化 在华夏武道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只要被困在幽魂监狱中 一辈子都别想出来 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干扰 但是眼前又是什么鬼 江沛荣竟然从幽魂监狱里出来了 她的目光泛着一丝诧异 更带着一丝惊恐 随后她将视线落在了云河湖方向 云河湖彻底干涸 地面四分五裂 而四分五裂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洞口 还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她很清楚 那应该就是幽魂监狱的入口 入口被打开了 疑惑着说好像被人硬生生地砸穿了 怎么可能 她的心中掀起万般惊涛海浪 幽魂监狱在华夏可是有固若金汤之称 更是无比的神秘 一般人想发现都发现不了 但是此刻却被人砸穿了入口 江建峰的惊骇的眼眸落在了夜沉的身上 他能感觉到夜沉的虚弱 难不成是这小子砸穿的 一想到这个 他的心脏仿佛都要跳出来 数秒之后 他摇了摇头 夜沉的年龄摆在眼前 纵然天赋不错 但是这种力量 他现在的修为和实力 根本不可能掌控 看来这京城师范大学到时候要好好调查一番了 在他来之前 必然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情 不然不可能引动这种地震 江佩荣没有理会江建峰 直接扶着夜沉错身而去 仿佛江建峰在他眼里就是一团空气而已 等江佩荣和夜沉离开之后 江建峰长叹一口气 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我现在在京城师范大学 邮魂监狱入口被迫 不确定里面出了什么事 你告诉上面 让上面出手吧 如果里面的人没死 一旦放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京城师范大学教师公寓1002 江佩荣将夜沉扶在了 可厅沙发上休息 陈儿 你感觉怎么样 需不需要带你去医院 夜沉笑了笑摇头道 妈 这些年 你儿子学会了一些东西 论医术 我在华夏足以称神 江佩荣白了一眼夜沉 尽说胡话 什么神不神 再怎么样 你都是我儿子 如果到明天早上 你脸色还是这么难看 我必须带你去看医生 在江佩荣眼里 夜沉必然踏上了五道 他能有现在的成就 绝对是拼命修炼的结果 既然修了五道 又怎么可能会有心思 放在一道之上呢 夜沉根本不打算反驳 连忙道 对了 刚才你和爸是一起出来的 后来他去了哪里 江佩荣表情一变 刚想解释 一阵敲门声响起 陈儿 你坐着 我去开门 江佩荣连忙道 随后他来到门口 大门打开 外面站着一个 颇为精致的女孩 纵然江佩荣在京城 见过不少美女 看到面前的女孩 还是微微的有些失神 你是来找陈儿的 江佩荣开口道 门口的卫影一正 他发现面前的女人 和夜沉有些相像 瞬间想到了什么 脸色飞红 颤抖着声音道 阿姨 我是夜沉的同事 我就住隔壁 刚才听到这里有动静 就来看看 江佩荣看了一眼卫影 他作为过来人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卫影心中的情愫 便道 啊 陈儿在里面休息 你进来吧 卫影连连摆手 哦 阿姨 这么晚 我就不打扰了 我就住隔壁 阿姨 如果您和夜沉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都可以来找我 江佩荣玩耳一笑 好的 谢谢你了 哦 阿姨 我房间里的水还烧着 就不打扰了 夜沉 没事就好 说完 卫影就落荒而逃了 他心中思绪万千 早知道就化妆出来了 也不知道自己这样 会不会给夜沉的母亲 留下坏印象 江佩荣关上门 来到客厅 对夜沉道 陈儿 外面有个挺漂亮的女孩 找你 说是你的邻居 我看那女孩挺不错的 夜沉喝了口水 苦笑一声 妈 她只不过是我的朋友 你别乱猜 对了 爸到底在哪儿啊 江佩荣眼眸闪过了一丝慌乱 思考了几秒便道 刚才 我们离开幽魂监狱的时候 起了大雾 我们两个分开了 隐约之间 听到你爸说 要回江城拿一件东西 马上就会回京城 来和我们团聚 你别担心 你好好运功疗伤 对了 陈儿 我感觉有些累了 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不打扰你了啊 说完 江佩荣不给夜沉反应的时间 就向着一个房间而去 夜沉虽然心中疑惑重重 但是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赶快调整身体 然后突破 他能感觉 这一次的突破之意 极其强大 甚至可以一举突破离合镜 江佩荣回房间的时候 顺便将桌上的移动电话带走了 到了房间 他脸上的视然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 极其凝重的严肃 他之所以暂时向夜沉隐瞒 是因为他了解夜沉 如果被夜沉知道 他父亲被林爵龙带走了 他必然会不顾伤势 去找林家的麻烦 江佩荣在京城成长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 华夏武道界 以及京城的局势 林家不简单 甚至和昆仑须 也有很大的关联 再加上今天他胸口的那道纹身 应该是那地方的某个势力 他作为母亲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再铤而走险了 江佩荣忧愁的目光 看向窗外 思考许久 还是拿起了移动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许久 电话通了 我是江佩荣 帮我安排一下 我想去江家 电话那头一正 过了几秒钟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小姐 老爷是不可能见你的 江佩荣眸子透着坚毅 继续道 就算他不见我 我也要见 我被驱逐江家没有错 但是我身上 始终流淌着江家的血 你帮我问他 我母亲是怎么死的 当年那件事 谁负主要责任 电话那头的老者 听到这句话 长叹一口气 唉 行吧 我只能帮你原话 转告给老爷 如果老爷还是不想见你 我也没有办法 谢谢 江佩荣将电话挂断了 十几秒后 他又拨通了一个电话 你应该在灰岸上吧 我希望你来一趟京城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忙 我希望你帮忙 我找你帮忙 我有点 你帮忙 你帮忙 1